漫畫人學漫畫 大家好,我是Cutson 我是一個策劃師和漫畫家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叫做《感覺不到有結婚的機會》 這本是日本書 作者的名字叫做夾子 其實看書的名字 大概知道這本書是說什麼 裡面有三個女生做角色 其中一個是有拖拍的 但是一直都等不到 有一個男朋友和她求婚 等了很多年都等不到 另一個就是 生活了三十一年 但是一直都沒有拖拍的 但是她只不過 經常沉迷於漫畫世界裡面 最後一個女生就是 她好像很獨立 但其實她內心很渴望愛情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喜歡呢 因為其實近年我都看漫畫的口味 其實有一點轉變 以前我會看得多些 一些日本主流的漫畫 但是近年因為我自己都畫了一些生活小品 我也比較留意一些 貼近我自己的作品的漫畫 這本書的畫風其實 屬於單線條的漫畫 我覺得這一類的生活小品的漫畫 其實不應該畫得太複雜 你帶出故事的訊息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已經沒有問題了 反而用簡單的線條 效果反而令到生活化更加出一點 平時的生活其實很緊張 但是看完這本書就 令到我經常很放鬆 其實覺得自己也很幸福 因為連我都可以結婚 其實大家不需要灰心 另外我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其他的漫畫家 就是小田健 我最先認識他 有一本叫《奇魂》 是講《遺棋》 我一開始也很抗拒這本書 但是一看上去之後 其實就算 就算不懂《遺棋》 其實都被他裡面的劇力 所吸引到 接著就是第二本 立即追回 就是《小龍筆記》 那題材完全不同 我很喜歡看推理的漫畫 或者小說 因為我作不到 第三本就是 我喜歡他的作品 就是《爆漫》 一本是講 一個漫畫家的故事 即是說漫畫的故事 可能他們比我們更加熱血 或者更加認真去做漫畫 令到我們知道更加多 即是在日本做漫畫 原來真的要全程投入 要放很多精神 或者心機下去 才可以在日本 可以掌握一個席位 即是漫畫家來講 我喜歡《小團健》的地方 是因為他的畫面 即是他的畫風 他很認真 即是畫得很仔細 很細細 不論是人物 或者是景 其實他全部都是很認真去畫的 這個我都很欣賞 這個我都很欣賞 掰掰